我想要成為一個多 就是怎麼講 就是比起一個才能 我希望可以被大眾認為是有能力的一個偶像 就是不是說只是長得好看啊就是這樣子而已 而是就是哇這個人原來也有內涵 然後會跳舞會唱歌然後對 就是我不只想做一個就是漂亮的idol 而是想做一個多方面的藝人 我覺得夢想對我來說是要是一件我沒有辦法輕易達到的事情 就是因為夢想吧我覺得要定在一個很高的目標 就是怎麼講 就你不能馬上就去達成這件事情 不然你的人生會變得很無聊對我來說 所以呢我是把夢想定在一個很高的目標 就是我基本上是我覺得我到達不了的地方 但是我一直有目標一個小目標一個小目標 比如說我的目標是出道 好我現在這個目標達成了那就check 那下一個目標可能就是開演唱會 check就是一直有這樣的小目標對我來說是這樣的 為了實現夢想 為了實現夢想 因為其實我16歲的時候我就開始就是訓練 然後準備出道嘛 所以其實我放棄了很多 比如說像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啊 一起去就是一起吃飯 然後說實話我覺得放棄最多應該就是自由時間 或是出去玩的就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出道之後出去也是有經紀元館的嘛 像以前就是你根本不用care你想出去就出去 但是現在就是有一點情況有一點不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自由吧是我犧牲最多的 我覺得夢想是一件 要是一件可以激勵你的事情 然後雖然可能中間會有很多的障礙 但是我覺得那個夢想不能改變 如果你一改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專注的去做一件事情 我沒有辦法一心二用 就是我譬如說我定了這個目標 我就一定會去達成它 對 然後在這之前我可能就不會去管其他的事情 對 對我來說就是這樣 所以我說我才把夢想定的那麼高 因為如果那麼容易就達成的話 就不會有那個動力 你就會覺得說啊 這個夢想好像隨便就能達成了 所以其實我從以前開始出道一直都不是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現在不能跟你們講 對 但是我覺得出道吧 對我來說是個目標 那我下一個目標 現在就定在可以好好的完成這次的少年危機化 這是我的第二個目標 現在的目標 那下一個目標可能就是等我達成這個目標之後 我才會再去想 對 那夢想就以後再說吧 現在不能透露 結束 所以現在的方式 提示 我們就要去挑戰 更新的方式 透明 頂請 超負擇 提示 這個 好 貿易 對 這個 是